你今年几岁了 小小 十一 十一岁吧 十一岁 再多几年级啊 五年级吧 那你学笛子学了多久了 三年半 三年半 你学习的是什么乐器啊 我学的是杨青 学了几年了吗 我学了两年 那您是在国内学的 还是在这边学的 我是在国内学的 然后就是刚刚过来 然后找到你们 然后就去一起学 你为什么会在悉尼选择 学习古证啊 因为我之前在国内 已经学过了一段时间 所以还是不想要放弃 因为作为一个技巧 还是想要继续下去 为什么会选择琵琶 作为你的学习的乐器呢 其实刚开始学琵琶的时候 只是因为觉得他比较轻盈 然后呢真的是越学越喜欢 然后之后学 为了就是更深入的了解 琵琶的就是音色之类的 然后每天都会听一些琵琶的曲子 然后就越来越喜欢 嗯 你学了多久的 我学了一年半顶的老师 一年半顶 那你今年有考级吧 我今年有考级 我今年考试五级 为什么会选择下澳洲教古证呢 首先我毕业于 新海医院学院 赤虫无力和宪英老师 然后其实古证也是 我一个很热爱的学器 所以我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 就想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心服 和一些学习上的技巧给大家 嗯 我觉得跟你的老师 就是这块的老师 沟通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就是说 你弹自己喜欢的曲子 其实很简单 就是没有一些很专业的那个要求 就是当 但是当你弹了那些考级的曲子之后 就垫了那些最基本的 一些专业的基础之后 你要再弹那个喜欢的曲子 就会觉得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种 可能也是一个提升的一个办法 所以回去以后 如果说他能够练得很好 那就去 我们也去考虑试一试 你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 就是 很多时候不想练琴 然后坚持不下去 然后有的时候就需要老师或者是家长 然后要迫一下 这样子的 那一个这种情况 你是怎么选择自我调节的呢 在心态上面 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些压力吧 比如说有考级这种压力 外在的压力 然后让自己去被迫练习 到底你今年是第一次考级吗 不是 是第二年考级了 两年前已经考过一次 然后当年是第一次在悉尼有考级 然后当年正好就学了琵琶就去参加了考级 你今年考级的感觉是怎么样 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刚开始学琵琶的时候 在深耐心里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就是有考级之类的这些东西 就本来只是当一个资深的爱好 然后当年学了琵琶之后 正好就是当年在这边开奖了就是考级 然后就是可以看到自己一年一年的进步 就特别有成就感 你在学乐器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有成就感 或者有哪些收获 有成就感 而且有失误感 就像我前天吹那个半壶叉 然后就是我吹不好的地方 就死尽地用笔画脚 然后我吹不好的地方 然后就像我妈说一样 你看我吹得多好 那你妈妈是不是很支持你学笛子的这个学习道路 她不是支持我 她是非常支持我 支持到让我有点难以忍受 妈妈是不是 不过我觉得这种她支持我很好 不然我有时候想放弃的时候 那我就放弃了 那个做不好 那我三年半能苦劳呢 妈妈在女儿的学习目上 是不是付出了很大的支持和能力 是的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选择这个阳琴 其实阳琴练的人比较少 然后呢在他们学校有一个那个就是乐团的老师 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阳琴蛮好的给我退店 然后我就让她学了阳琴 学了之后呢 刚开始其实也不太理想 就是 因为每天都要练嘛 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坚持下来 但是呢就是给她说一说 她也比较懂事轻化 然后就坚持了坚持 但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我们没怎么想着考级 因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让她弹一弹自己喜欢的一些曲子 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 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 在学情体系上面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方面 最困难的是练习曲方面 因为练习语曲真的很枯燥 女儿对学情的期待 和妈妈对你学情的路上的期待 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你说 期待就是 就是回去以后 希望能在阳琴上 就长久发展下去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话 可以考级 然后考得很高 然后妈妈的话 就是希望她能永远支持我看阳琴 谢谢 那你喜欢你的认课老师吗 当然喜欢 非常喜欢 我非常喜欢董明老师 董明老师的课非常的好 我是非常喜欢现在的认课老师的 就是老师每一节课 讲的东西都特别的仔细 然后各个细节都很深入 然后我们也是微信联系嘛 然后就是回家有问题的话 还可以随时的问老师 然后老师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就是 回复我 然后有任何问题就是当场就能解决 你之前是学长笛的啊 为什么会成为鼻子呢 因为 因为在YouTube上面看见 东西老师的尸体 就感觉 就感觉好心好满 就感觉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然后 然后就找到了乐团 所以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我们呢 你说 那个 我刚开始是打听身边的朋友 然后同学他们都不知道 后来呢我就在网上搜了搜 然后发现了你们这个名字就是 西尼明雅中运培训学院 然后就根据那个上面提供的一些信息 然后打你们的电话就联系上 你为什么想要来参加我们这一次 米雅的音乐分享会呢 嗯 主要是因为 嗯 古中在 西尼吧 就属于那种 嗯 比较冷门的乐器 所以 就很少有这种表演的机会 然后这一次呢 也是一个就是 可以给自己积累一些 经验的一次机会 所以就来了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平时的一些 练习的一些曲子 嗯 那我们到最后呢 我想问一下 你跟我们的学生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呃 就是鼓励的话去分享 嗯 呃首先 我觉得米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然后呢 我希望学生 除了上课之外 也可以多参加一下米雅的活动 这样我觉得是特别 呃锻炼一个人的一个 呃自信 还有一些 这些之类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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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